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二十大 在10月22日 一致通过19届中央委员会 提出的中共章程修正案 当日开始生效 当中加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 以及坚决反对和制止台独的新内容 两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而两个维护 就是指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10月23日 召开了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 选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七名常委 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展开第三个五年任期 其余六名常委出现四上四落 留任的有黄沪宁和赵乐际 新入常的有李强、蔡奇、丁舌祥、李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未有留任 而全国人大委员长律战书 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就到宁卸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